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人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人的喜怒哀乐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的有些互动 各位会感觉到这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借着真理 我们实在是不能认别我们的感受 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所以在感觉的事情上 我是这样发现 神的话先向我们解释 什么是情感 情感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它有它的作用 我们要怎么使用它 我们要怎么认识它 人的情感能够给人有一些提示 有时候告诉我们说 这件事情是对的 好的或者不好的 也叫你小心 叫你谨慎 人的情感也能够给人启发 所以当你的情绪 有某一些的情绪来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被激动 更深入的思想探讨有一些的事情 情感也能够给人 也能够给人有一种力量 你心情好的时候 做起事情做工作 总是容易一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情感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人人都很在乎 他的情绪情感 也特别我发现 有一样事情就是 人的情感感受 很容易会叫人 以他为中心 来处理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说 情感意志 有时候我们要决定 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马上现在的情绪 就叫我马上做出有一些事 说出有一些的话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这个情感感受 叫我们有一点不明理 我们只有以现在 我们感受到的为真实的 因为太真实了 所以很多时候 各位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很累 我们感觉到很累 其实我们头脑知道 等一下刷了牙五分钟之后 马上什么都好的 但是刚刚起来的感受 一定要叫你埋怨 很多不应该讲的话也会讲 夫妇之间 有时候一吵架的时候 两个人情绪 情绪的时候 马上对他的认识 他的为人 全部没有去想 为什么他这样 只有情感占据了 你吵架的时候 你只有要对 你只有要说服他 他讲什么 你也多去思想 多去听 所以各位 情感是很快 会占据人的心 你现在感受到的 哎呀 你刚刚之前人跟你说的东西 但是跟你现在感受到的 现在感受到的 那个是最真实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是发现 很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因他的感觉 都败在他的感觉之下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不难明白 我们虽然每次被情感占据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 如果你去思想 你今天活了四十年 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感觉那个时候呢 是很激情 或者你对有一些事情很迫切 但是后来你发现 过了日子之后呢 哎 那个也不是这么重要 或者当初你所感受的 也不是这么真实 那只是一刹那之间 占据了你 所以 弟兄姐妹 我所发现的是 在这个感觉 是这么有带来 有一些真实性 这么有占据性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 尤其现在的人 当然世世代代的人都是这样 现代的人也特别是这样 这个感觉 我们这个感觉临到的时候 我们没有判断力 我们过度的处理它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我们过度的处理它 所以我们一直要满足 我们一直要complain 一直grumble 一直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一直要ranting 很多人一直讲 一直讲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是因为他们要处理 要满足他们现在的感受 所以我就发现 因为现在的人 也特别在这个时代 情报 资讯 这么泛滥 人也这么忙碌 有这么多的事情 冲击他的心灵 然后人失去判断的根基的时候 又有时候感觉这样 又是感觉那样 所以 人的心灵里面很荒凉的时候 人一直有看到的是 我就感觉 我现在感受不好 所以我要讲 我要骂 我要感到释怀 对不对 我要感受到secure 对不对 你要给我一个答案 我要现在 现在我就要看到答案 很多的人都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情感动物 各位会发现 人都慢慢失去指标 失去心灵里面的内涵 甚至真正的教会里面 神的道 听的时候 很肤浅的听 但是全部靠感觉的时候 就会失去里面实质上的内涵 很多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 也特别这个时代 人人都喜欢到social media 看东看西 买东西 买这个 玩这个 很多的 其实很多时候 人在这个social media 放很多的 我的事情 我的家事 我去哪里玩 吃什么 我怎么跟上潮流 各位 其实很多人是里面是很depressed 他里面是很lonely 他里面是得不到满足 但是 当他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 好像能够掩饰 能够掩护他自己里面的东西 当然 各位如果有这样做 你不要受控告 现在我是在讲一个大体 你们一定要明白 有些真理性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现实环境 把人形成这个样子 也特别各位 现在这个时代 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学说 很多的大道理出现 所以人 现在很多的道理都懂 所以你单单问一个人 你问他有一些见解 或者你问年轻人 你将来想做什么 你的自相是什么 我要做有意义的东西 成败对我来讲不重要 重要是要有价值 他讲这样的话 但是你问 他讲这样的话 他实质上有内涵吗 真的遇到失败的时候 不堪一击了 对不对 什么叫成败不重要 什么叫有价值 他自己讲了这些话 这些大道理 这些什么金融界的 有一些伟人 政治界的伟人 每次讲这些大道理 人都学这些东西讲 但是你学讲这些东西 你里面真的有实质的东西吗 这个是我们一定会看的 在这个时代里面 人有很多的 coping mechanism 他们要处理自己的感觉 因为里面没有指标 没有指标的时候 感觉这样 明天感觉那样 跟什么有关系 跟环境 现实 来的时候 就感觉这样 感觉那样 但是不摇动的 那个定见是什么 没有的时候 人就变成情感动物 当然 我也要说 有时候 有些人 也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感受 也不去处理 那这也不对 那如果 人就 的确 这个情感是人灵魂的一部分 对不对 你一直让他被冲击 然后你慢慢会受伤 这个叫心理的疾病 所以人慢慢变成很过度敏感 动不动就怀疑人 就是觉得人不喜欢他 或者变得很硬 没有感情 很无情 也是一种 因为他的感受 没有受到保护所带来的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很清楚知道 然后我们自己要得医治 然后我们要帮助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你的孩子 或者你现在 你说我生来都不是这样很情绪的人 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 我也变成越来越阴谋 因为这个时代是这样了 各位会了解吗